9月8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中心社记者杨诚诚 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令他倍感荣幸 首先是非常激动 当那个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张定女院长慢慢慢慢地缓步入座的时候 其实你感觉到就是那种力量的强大是你很难就是用语言去描述的 它会有一种荣誉感 让你觉得你是很荣幸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的 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时间到回至1月21号 当天杨诚诚回家乡武汉探亲 不想这次返乡旅程变成了抗议报道的征程 我是21号到的 22号晚上通知23号早上10点开始封城 本身你可能你作为记者看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想法是会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说我要加入到这场报道 但是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地投入到工作了 彼时的武汉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每天杨诚诚和同事们都奔波在抗议采访一线 而让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采访黄鹤楼附近的商户和居民 面对疫情 石大体顾大局的武汉人令他十分动容 我的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去采访护部相的一个志愿者 然后问他采访他里面的商户 问他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你会觉得他们那个石大体 他们会觉得我生意赔了就赔了 无所谓 武汉人是一种非常大大咧咧或者说是非常泼辣的这种性格 其实也对我自己的家乡对武汉有重新的认识吧 为做好抗议宣传报道工作 1月21号中心社启动应急报道机制 选调骨干记者为派副社长夏春平赴武汉组织前方报道 各方密切配合 全面制作推出文 图 视频 新媒体 直播 纪录片等多品类新闻产品 巨大的工作量难免令人焦虑 但杨诚诚和同事们始终坚守一线 记录下每一个抗议瞬间 长时间的战役性报道 焦虑是会传递的 是会使你团队不断地想去挖掘一些东西 任何人扔出来一个选题 瞬间就会被领走 然后对于关键人物的关键采访 对于热点事件的追踪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是非常主动的 我们在中后期的时候连续采访了多位重磅的专家 最后呈现出来的稿件确实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而且我认为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对于外界一些希望了解的一些事情 扩清了一些迷雾 起到了一些作用 近三个月来 杨诚诚和中心社前后方报道组协同作战 推出一大批有深度传播广泛的新闻作品 杨诚诚坦言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令她收获良多 也对记者这份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个毋庸置疑肯定是勇敢 第二个就是毅力 需要你更加有条理的去梳理整个事情的脉络 第三点我认为在现在我们的这个媒体环境下 对于记者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团队合作的能力 我们到了现场看到了什么情况 写一条短很短的话 发给我们中心网的同事 他们可能就一条微博就发出去了 在当前这个 荣媒体报道的大环境下 其实团队合作 怎么与你所在的机构 不同的同事进行更好的配合 显得更加重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